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中国的家长 有在北美 我们常常觉得还是有这种观念 修东西这个是 并不是一个高尚的一个 这个 hobby 我很喜欢带我的孩子 然后到这个hom depot去 好比这厕所的漏水了 然后我就带他们去 他们可以学习 这些东西 这怎么样装怎么去修 然后回来 然后他们现在 他自己会找YouTube 然后他自己 其实这个 到了青少年 他甚至在这个 在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 这个hom depot 这种 这种 do it yourself 这种 其实就是成了 这个是一个很吸引的 我们也可以鼓励孩子 然后 你会不会去帮我修这个东西 让他成为一个very handy的person 我不是说只是说这男孩子而已 女孩子 我的女儿子这个 甚至比我的儿子们更会修理这些东西 他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个很基本的 钉子锤子然后起子等等 他说这个是他成为他这个帮助他 他比我的女婿还还会修理 感谢主 这个 对 对 这些我想这些都是尤其在这个summer的时候 是没有错 我们现在都是在用这种上网 但是车子怎么样 这个修理 怎么样 很基本的maintainance 然后打开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 所以我就在你要学开车之前 这个是你一定要懂的这些东西 谢谢